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个 收到韩国网友们关注的一个新闻报道 根据媒体报道 海埔、SN娱乐、JVP娱乐等大型经纪公司 以及中亚的所属公司MNH娱乐 ATG的所属公司KQ娱乐等很多中小经纪公司 也会推出新人男团 据了解2023年即将出道的男团 少算也会有事务足以上 而这也是在2020年NIPO TREASURE之后 SNJYP YG HYBE韩国四大经纪公司 就没有推出任何男团 而庞谈孙丹也开始了均白切 所以就有如2022年的新人女团大战一样 2023年将会是新人男团大战的一年 首先HYBE旗下 庞谈孙丹的所属公司PICKIT SEVENTEEN的所属公司PLEDIS 以及扩为制作人的扩子娱乐 都会推出一组新人男团 而女团的话 只有HYBE美国公司将要推出的 美国女团一组而已 再来就是SN娱乐 SN娱乐正在企划推出NCT Tokyo NCT Hollywood等 在当地活动的男团 也预计会推出一组 与NCT无关的全新男团 然后JYP娱乐将会推出 通过SBS选秀节目 挑选出来的成员为主的男团 之后就是即将在中国推出的 中国本地男团 以及在日本将会推出 Niju的男团版本 接着是中小经纪公司 首先是明年1月会出道的 M&H娱乐八人组合新人男团PUM 目前还没有正式出道 但是抖音追踪已经突破了27万多 然后KQ娱乐也会通过 KQPayless2 Project 其他很多公司 也将在明年推出新人男团 而除了经纪公司推出的男团之外 明年也会有M&H Boys Planet NBC 彭华会Slan的男版 Sonyan Pantaj JTBC PickTime等选秀节目开播 推出新人男团 一位各邀界有关人士表示 最近两年 Aspers, AIB, Nugens等 连续出现了同时拿下 大奖与新人奖的女团 相对的新人男团的活跃 并没有很明显 所以各大经纪公司 赌上自尊性的男团 以及选秀节目推出的 新人男团等 大量的男团会出道 2023年 应该会是历代级男团竞争的意念 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是该推出男团了 可可 你看女团都这么强 SM终于要有 不是NCT的新人男团吗 真的有后期 什么时候会推出 极苦的组合应该更会很好听吧 SM应该不会推出 两组新人男团的 看来 Hib的Trainian 是真的跟谣言一样 取笑出道了 很期待米尼金的男团 没有什么计划吗 Platys这次真的会有新人 等到花儿都谢了 所以 2023年 大家最期待哪一组男团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句韩文 一位网友在我的IG留言问 影片中出现的 请问洪大腰怎么走的韩文 所以 我们就来学一下 当你要用韩文问对方什么的时候 随时都可以用 来开头 OK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看到了Nujins成员的17不升官 横嘉宾 最早晚才能睡醒的 我今天就快看了 那一言 我从不在上去做迈的做迈迈 所以我说的迈迈迈迈迈迈迈录 然后有给我 Hide open 所以就在带迈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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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迈 我再想一下 他們5名都現在 我們現在之後 這個話已經解僱了 完全沒有 我再想看 這一點 我們就想上課了 我剛開始說 但是現在一個當中的衝電影 我覺得自己的反應 自己的思緩 但是她在這個 就是詭略 我現在覺得 不用拍哦 好的今天的影片就 家里紫色衣服就这么一件 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